要跟這個金髮說bye bye 我這次是痛到痴線 今天我會久違地去看電影 很鄉下 可能小朋友會覺得 搞錯了 我也要給你十幾次了 你是沒有睡覺很亢奮的意思 G電行得很中 我今天要換了我的薄髮渠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已經長得超級長 再不換真的不行 我沒有洗頭 因為剛才打了電話去問他 叫我不要洗頭 所以就完全鬆了 怎麼出發 他跟這個金髮說bye bye 不過其實我不知道 待會會做什麼顏色 有可能會用這些頭髮 也有機會 因為我的真髮 不可以再漂染的關係 所以選擇顏色方面 應該也會有點限制 待會再去聽專業的意見 看看是就這樣retouch 還是會再換的一些新頭髮 mini shop 或呢 黃大的薄髮很出名 很多薄髮的出門店 都是專門聚集在黃大這一區 然後又是這兩位 哇 超美 今次薄了這個髮型 回到家再給大家看 剛才在手上外面我完全不記得做要綠 因為我的頭很痛 今次的薄髮就是這個顏色 我覺得好美啊 今次薄了三個顏色 這就是我本身真的頭髮 是漂過然後爛了 現在不能再漂 所以永遠都是這隻啡偏金 為了配合這個本身真頭髮 我的底色是薄這隻 我覺得它是有一點偏綠 不知道鏡頭看到嗎 其實我昨天薄的時候 我沒有決定要薄什麼顏色 我是去到看它們有什麼顏色的時候 我第一眼其實就被這個紫色吸引住 但其實我本身會很擔心 我本身頭髮是warm tone 但是它這個紫色是crouton 我怕一冷一亂不夾 然後它再幫我薄了這個灰銀色 灰銀色薄了不是很多汁 三四束左右 就是它有一個平衡的效果 所以現在我覺得很好看啊 今次它說是薄了50C 它說是長過上一次的 因為上次薄完之後生出來是導腰 但其實現在我也是導腰 所以過了三個月的時候 應該就會差不多可以碰到屁股 但是都是這樣的 然後我今早洗過一次頭 這個頭是我自己夾的 但我覺得髮質上面 不是特別好 但我今次做了manicure 因為我本身的頭髮實在太懶 所以就加多了10萬 我昨天是給了69萬的 和上次差不多價錢 但上次就只薄了 是沒有做任何事情 但我覺得這次薄得很自然 比上次 上次和今次薄的方法不一樣 但我今次是痛到瘋 它今次是用這樣的薄 這個方法就會快一點 而且它每一支都是細速一點 今次它是連我頭頂這些位置都薄了 但上次它比較表面的部分 它沒有幫我薄的 所以我覺得頭髮 因為它塞在不同的位置 所以這個分層的高位 沒有那麼明顯 我覺得 然後想想現在是春天 其實都可能會match 現在櫻花的粉紅色 春日的感覺 但我覺得這次的顏色不算太明顯 對比上次 上次是超金的 但這次比較若隱若然 可能我下次也會再薄得比較明顯 其實可能這些位置我都會直接薄其他顏色 三個月之後又要再去retouch一次 而且我覺得我長頭髮 還要是長到這個腰的位 我覺得都適合 而且每個人都很適合很長的頭髮 在我身上都可以 然後呢 差不多要出去 今天我會久違地去看電影 因為我的韓國人朋友 Cheun 就是中文很厲害的韓國女生 然後她其實是做韓國戲院CGV的 剛剛有一部電影上映了 是音樂 她就說想多一些在韓的外國人可以知道 所以她就叫我去看了 我看完之後再給大家一個review 好 然後之後呢 現在呢 下午就要來談一個很久不見的朋友 Yu Myung San De 這是她新的辦公室 你好 Dino 我就是來見Dino的 因為她剛搬了這個 她的宿舍 超美 超美 就是這個燈已經超美 這只是一部分而已 好來一個簡單的容器 但是什麼都還沒有弄 好 很漂亮 很漂亮 我都在這裡 現在我都在這裡 我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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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都在這裡 原來這裡只有這裡 原來這裡 這是黑色 啊 我都在這裡 是白色 哇 好 我都在這裡 很難看 我看不清 沒有 我最初展示器 我參加工廠東公室的地方 是家具軸地的地方 我們這邊放在這裡 Mar岡屋裡放在這裡 那些人都在那些公司 那些公司才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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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知道的人都要有 那些公司才能建设 但是公司是在公司 知道的人 今天的嘉宾 阿� 还有扁 阿� 還有Fion 對還有一位 我們待會就會看到他了 欸他會不會在下面啊 我們大叫一下 欸你是沒有睡覺 他很亢奮的意思 他像有點精神不太正常 欸人很多欸 我以為就是會適當的 有人這樣子 哇賽你沒有穿外套 你不會吧 我跟你們說裡面 只是一個背心 你衝了 我毛欸 他也毛欸 我覺得很熱欸 我覺得好熱喔 所以我們五點喔 一排只能做三個 幾層 scan 幾次這樣子 好冷喔 這裡 4DX 這邊會出風 等一下 還會噴水 噴水應該在上面噴 哈哈 我好像很精力過了 但是真的太精力了 突然很精神喔 我鄉下 可能其他人會覺得我們 為什麼這麼大 害怕小鬼 但是真的第一次 可能小朋友會覺得 搞錯了 都要進來十幾次了 這什麼 那邊有按摩功的 你待會不會要睡著 就會看到睡著 我就有點 可惜 就父親去睡覺 好爽欸 Oh no 我的off 他還會噴水沼了 沙龍 把它off掉 我怎麼off 不會off 我都不給你off Oh no Oh my god 欸可是感覺 不是現場唱的欸 因為他們哭到這樣子 怎麼唱啊 我覺得是半開 就是像 IDOL這樣子半開 但是他聲音也不像是 完全是多意思的 應該就是現場被人要在修 所以我看到這個 是很特別的 我覺得就是舞台劇這樣子的方式 我第一次啦 我其實很少看舞台劇 然後他有不同角度可以 欣賞人物我覺得 而且舞台劇一般距離會比較遠 看不到表情 對現在很清楚 所以這個話我覺得 可以看到演技的感覺 對而且就是他順來順去的時候 我們又跟著飄來看 會覺得自己也在那邊 對 但是我覺得唯一不好是 他剛剛下雨的部分太多 我就整個不小心一直飄髒 這是好詩我覺得這一場 而且我有些被嚇到 就後面噴氣了 對對對 我隔壁那個 該一直在嗚耳朵 不喜歡那個 我會嚇到你 你們有感覺到腳 就是有噴氣嗎 有啊 所以我以為有人抓我 嚇死了 我家裡面有一首 非常的喜鬧 我唱給大家聽 你唱你唱 好如何好如何 好如何 好如何 還有一句正經的 傻肉黑肉 對 你記得 這蠻喜鬧的 蠻喜鬧的真的 我不是有點累 兩個半 他在監獄裡面的部分 我覺得有點太吵 所以他就唱了 好如何如何 對 死了 對 G電行的很中 剛才我們全部人都以為 他們可能是對嘴或者是 唱完之後有收過音 但是剛才問我朋友 他說是真的唱 有沒有收過音 就不知道 但是因為剛才他們邊哭到這樣 然後真的唱到Live 真的很厲害 用電影的形式去看Misicle 我自己挺喜歡 還有我朋友剛才說 我的X screen 在香港有兩個 在台灣有五個 所以如果天天看Misicle 我覺得如果是有電影版的話 我都會比較喜歡電影版 那我就是墨西哥菜的Hurio 墨西哥 那我這家 你鮭魚 欸那我咧 還是你們三個菜 鮭魚 我好應景 鮭魚剛剛我們廁所出來那一家 我平常十點多才吃晚餐 可是我的pattern是這樣子 我是晚起晚吃晚睡 什麼東西啦 太不美啊 太不美啊 太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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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太不美 又查理一下吧 太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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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